我真的很對不起我的父親 如果不是因為我這次要參選 這麼大的一個選舉 談起郭氏的父親 曾是白色恐怖受難者 卻到名嘴跟網友指涉 其實是個告密者 讓洪秀柱越講越哽咽 鼻子都紅了 我覺得你很察覺 我參加別的節目 都不會這樣 逢問一度中斷 肖老教會父親 因為他要選總統 而被栽造抹黑反駁 語氣不嗆辣 反倒不斷錯羅雙手 壓抑心中哀傷情緒 我覺得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不道德 你準備怎麼辦 他當然是不要告 身家被棋底 還有洪秀柱的學歷 明確質疑立法院網站上登陸的 美國大學碩士學歷是假的 是暑期學分班18個星期 就能拿到碩士學位嗎 但洪秀柱正營提出畢業證書 證實自己念的是 是杜魯門州立大學改名前的 密蘇里州立東北大學 貨專駕駛的 Master of Art教育碩士 你去問教育部啊 而且這個助理都講得很清楚 我想我想再回應這些事情了 紅辦發出聲明表示 美國密蘇里州立東北大學 不是野基大學 更不是幽靈大學 跟改名後的杜魯門州立大學 都是教育部採任的國外學校 且在民國八十年經過外館認可 依法成交選委會 向前建總統府還沒被提名就風波不斷 就怕因此被迫中斷2016總統夢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能這件事情 這不可能的事 比如說大家都對我兩岸問題質疑我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兩問題拿出來變一變 上對手蔡英文下辯論戰帖 對於各式攻擊 小辣椒挺直腰感 宣誓繼續戰鬥下去 這裡是戰程入文 雷尊塔北 蔡英坊報導 好